大宝贝们,最近,有没有去优衣库抢衣服? Unique Logix Enos, Dear Love Lessange 合作,款地设计已经上市了,美,白,天,什么? 你还不知道这次合作款到底是什么? 有哪些值得抢?快来给你科普一下 有一库IDIS系列是与法国ICON设计师Enos合作的联名系列 一共有10季,而现在发售的正是第10季 Enos本人就是不菲力的法师什么和巴黎风格的代表 曾经写过《巴黎女人时尚经》 书里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必生在巴黎巴黎风格 是一种态度和心情Unique Logix Enos这一季设计灵感来自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蒙马特高地 作为时尚和艺术的朝圣和蒙马特山丘 充满了文艺气息 许多艺术家都诞生于此连街道 都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 这里到处都能给人带来审美的灵感天使爱美丽 就在这里取过景 整个系列充满浓浓的艺术气息放眼望去 十分符合秋冬和复古氛围的道地色系和风液色系 设计上也是与网记一样的简约优雅 好了介绍,玩这个系列的背景 下面就让妖姐为你们扒一下这一季 到底有哪些最值得买的单品 反正已经抢了好几件的好看和实用程度 无庸置于入秋后毛衣是一处理必不可少的大品 这一季新出的毛衣简直太初心了 复古的春色粗花迷 可谓是秋冬并被款了艳 麦色跟端枯玫瑰色 都是高级的木兰笔色系甜淡温柔 很显气质,而且不挑肤色 白皮黄皮都可以穿同款花色 还有开衫系列哦 无论是搭配半裙 还是牛仔裤都非常好看了 短款还可以提高腰线简直是开衫在手 大长腿,唯有美滋滋 这款珍芝山是名品领先的飘带 可以细成蝴蝶结也可以自然垂落下来 简直是优雅本人虽然价格稍微高了一些 但是材质是羊绒的 轻薄又温暖保养的好的话 穿个三四年没有什么问题 非常值得投资一件哦 调文山简直是基本款里的翘楚 带一点设计感 又有包容一切的能力 这一季优衣库新推出的几款 乔文真之沙配色亮眼不落俗套 作为秋冬内呆的合适 不过之前跟宝宝们说过 非常喜欢姜黄 毛布黄等黄色细线白血细色 而且看上去暖洋洋碎事和秋冬季节 看到这款毛衣时几乎就要走不动了 这不就是瞄解梦寐以求的黄色毛衣吗 毛布黄的配色加级年大热 德格文员所时髦时髦还是时髦 有衣裤这一季新品衬衫复古气息十足 才这个一季有帅气功中风 也有柔美日气风 单穿或是外搭绷衣都会很好看 最近多多妈和马梦文 都有穿这款飘带波点衬衫 蝴蝶结绑带温柔甜美 也是非常符合多多妈文艺清新的气质了 实力还穿了同款的另一个花色藏蓝色 更加百代不挑人搭配小巧的花朵图案 妥妥的文件日系上 女王周宇童在试衣间里是穿的这件 将黄色衬衫 一下子又戳中了苗姐的心 简直太紧白了 更形容的材质 那整件衬衫带有一些厚度和硬度搭配牛仔裤 显得很帅气哦 还很喜欢这款荡蓝色加彩色波点的配色组合 带有孩童的活泼感 俏皮可爱 又衣裤这一季的裙子颜色非常丰富 仿佛是由换上取下来的色彩温暖 而又厚重 在秋冬一片黑白灰的服装里显得亮眼 又别着自己身败裙乍一看都是基本款 但从款式和色彩上都看得出来 有一些设计的小心思 多吗 用飘带衬衫来搭配 很是文艺王瑞子用T恤 搭配青春无敌天气再冷 一心还可以合毛衣 大衣进行组合 露出一些俏皮的秋日色彩 整体的造型会变得生动起来 这一季的长袖连衣裙 将法式味道 发挥到了极致巴林衬衫裙 加波点的组合 复古风情茶鞋裙的流行 延续到了秋冬长裙款式 也更显优雅 宽松随意的白衬衫长裙 更适合文艺随性的妹子 这一季的连衣裙风格多样 总有一款适合你 优衣裤的外套一向让人期待 低调的颜色加简洁 的剪裁时髦高级不挑战 简直是冬天必备试问 谁家没有一件优衣裤的大衣外套 那几年大火的西装外套 现在宝宝们还不知道要买哪家的话 可也把眼光锁定在优衣裤的流程 也身穿最新的优衣裤服装拍摄 大致大片 简单的一套卡特西装 后的祝全场收 标的设计恰到好处 更提高腰线 显得更加精神概念 瞧咪咪书一句 这张照片 衬衫和裤子 也都是优衣裤的新品 冬天最爱的牛角扣大衣 那个小仙女 冬天不背上一件甜甜的牛角扣大衣 你冬天走进气场门都最佳装扮啊 这件红色的牛角扣大衣 宣布你就是我今年春节的战役了 搭配上白褶裙裤剔剔 被大衣扑二姨妈夸罪过最甜的那个 就是我蓝币买清单里 一定有优衣裤的睡衣和内衣 因为真的太舒服 这次新出的单品 保持了优衣裤家 一贯的天神舒适好品质 颜值上也满分我 睡衣也是简洁浪漫的法式风格 一样是碎花 格恩这些元素 优衣裤却打造出了清新灵动的少女风 即时毛好看 又街神舒适 穿着在家许度一整天的光阴仙情 也会超级美丽 优衣裤是开挂了吗 这些包包 帽子和围巾 根本 不需要了解多说了好吗 每一件都充满了冬天的气息 让人想起下雪后的操场和街道 好想买来赶紧过圣诞节哦 好啦 介绍完之后简直元气大伤 主要是钱包伤害太大了呀 你们有没有中草拿一件 快去用益库的官网 或者店铺抢给我玩 玩说不定就没货了呢 不都说了要再去抢一波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